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企圖 禮拜一的新聞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是17年才發生一次的這個事件吧 Brewed eggs is almost here Billions of cicadas are emerging in eastern US 先把標題念給你聽 當然你看了中文標題你已經知道了 這個是蟬啊 也就是這樣子的動物看起來其實蠻令人毛骨悚然的 感覺非常的creepy 可是它有它重要的意義存在 那我們在標題看到一個字叫Brewed 這個字就是孵出來 其實像孵蛋之類的叫做Hatch 所以可以稍微再介紹一下一個字就叫做Hatch 我好像剛剛也沒有先走一下我們今天會看到的字 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現在第一個看到的就是Brewed這個字 等一下會看到像Nuisance還有果園這個字 跟你所理解的像Farm農場之類的可能是不太一樣的字眼 還有一個片語很不錯叫很令人敬畏 你看到了超過了幾十億隻的這個蟲 突然間從地面上爬出來 你會覺得 這個就是令人感到 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然後還有臨近這個字 不是near 不是nearby 是一個名詞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字 但總之我們先看回 我剛剛說孵蛋之類的叫Hatch 可是當你一次一口氣孵出了一堆東西 孵出一窩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稱為那個東西是一個Brewed 你知道我第一次認識這個字是在 在魔獸世界裡面 以前有一隻王 一個地下城的王 那他就是一隻母蜘蛛我記得 那他就會生一大堆小蜘蛛出來攻擊你啊 或什麼的 所以他在遊戲裡面的名稱就叫做Brewed Mother 就是這一窩小蜘蛛的媽媽的概念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 Brewed 那X是什麼 等一下在內文中會看到 其實他的X就是第十代的概念 那我剛剛也已經先預告過 或者標題你已經看到過了 他是有 他十七年才會從地面冒出來一次 那這裡好像在對科學家來說 這已經是第十次 所以他才叫他Brewed X 幾乎快發生了 Almost here 所以這是我上禮拜 還是這禮拜看到的新聞 那當然我馬上就找了英文版 其實我是先看到LINE裡面有那個中文版的 那個推波 你看到 幾十億隻的這個蟬 會突然間從地面上冒出來 再橫跨整個美國 這聽起來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有興趣了 所以 Billions of Cicadas 所以Cicada就是慘 多認識一下這個字 其實我還很想 花一節來介紹一下 有一個 網路上的一個 還沒有人真的解出來的一個謎題 那這個謎題也叫做Cicada 算了這個先不扯好了 或許這是自己替自己挖的一個坑 如果大家都沒聽過 我就也不想講了 雖然說也蠻想介紹的 好不管 反正Emerge就是出現 所以出現在美國的東部 我們來看下面的內文 所以這裡有看到的 Be about to 這是即將要 So billions of Cicadas are about to emerge Here is what to expect 所以下面就是在介紹 你能夠期待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他開頭的 CNN的報導 第一個 這個paragraph他說了 Love is in the air this spring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Where billions of cicadas are appearing in the biggest emergence event since 2004 所以剛講17年嘛 所以是從2004年最大的一次 所以在美國的東部這邊 Eastern United States在這裡 所以用這個where當作地方的那個 複合複詞關帶 那billion 你知道一個billion是十億 所以幾十億的 cicadas 出現 Appear 在In the biggest emergence event 在最大的這個出現的活動裡 這翻譯起來很奇怪 算不管了 那前面有一個這個 Love is in the air 就是 這個是在英文裡面很常看到的一個 片語類的一個句子 因為畢竟還是有動詞的 他們說 空氣中有愛 OK Love is in the air 所以當你跟你的女朋友 男朋友在這裡親親我我的時候 旁邊的人看到也會覺得 Love is in the air 好 所以那跟Cicada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船 從地面上跑出來 然後孵化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要交配嗎 OK So the insects are part of a group called brood eggs 所以這些 insects 這些昆蟲 所以他們是叫brood eggs的一部分 are part of a group called brood eggs also known as the great eastern brood 所以也被稱為 就是這個英文 東邊的 the great eastern brood 大東方的brood 這樣子 這個brood真的很難翻 就是一窩 一次生出一窩 一夫的一個概念 brood這樣 所以他們也被稱為 the great eastern brood which is expected in the geological range stretching from Tennessee to New York 所以它被預期 它橫跨了一個地理方面的範圍 geographical geography 是地理學 國中高中拿過geography 但是geographical 變成了形容詞 所以它是一個地理範圍上的range 它stretch stretch就是延長 所以它延長的部分 從Tennessee這個州 一路到New York這個州 these cicadas have been subterranean for seventeen years tunneling and feeding beneath the soil 所以這是下一句 這些 cicadas已經subterranean subterranean就是在地底下 OK 像 我們知道地中海這個字 也是跟這個字長得非常像 叫Mediterranean 所以後面的terranean 是一樣的字 所以 這個就是地面的概念 terrain 如果今天真的講地面地貌的話 你講landscape也不是錯 可是我們有另外一個叫terrain 像 我們說有一些 有一種車叫SUV 可是我們知道這叫休旅車 它叫sports utility vehicle 但是休旅車 畢竟不是那種 真的什麼路面都能爬的 我們如果講到 比較高的山 比較陡的坡 有的車還是能爬的上去 那種車就不是休旅車 休旅車頂多 可能在鄉間小路開的還蠻順暢 有一點點坡可能沒關係 路比較陡可能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講到這種 真的什麼地形都能爬的車 我們有時候 我們就會叫它all terrain 的一種vehicle 是不是就叫atv啊 還是我自己編的 好隨便啦 但是我好像真的聽過這個詞 all terrain 所以terrain就是地貌地面 OK 所以subterranean 這地底下 17 years tunneling and feeding beneath the soil 所以在這個土壤底下 beneath the soil 土壤底下 tunnel是挖隧道 feeding就吃 所以你知道它變殘之前 它還是又從那邊跑這樣 when they are back above the ground finding a mate will be understandably a top priority 這個句子雖然不太長 不是非常長 可是它的結構還是很值得仔細看一下的 這是when的一個連接詞的句子 所以你知道這裡會有兩組主持動詞 第一組就在when的裡面 當他們回到了地面上的時候 怎麼了呢? 逗點後下一個句子 so when they are back above the ground 下一個句子就是 finding a mate will be a top priority 這句話就這樣子 所以找一個配偶 就會是第一優先的一個 輕重緩級的一個第一名這樣子 所以優先順序的第一名 所以中間還加了一個可以理解的事 就是逗點逗點補充資訊 so finding a mate will be understandably a top priority 好然後它是一種 很大聲的嘛你知道 所以 loud buzzing bzzz這樣子 so the loud buzzing drone cicadas 呃 呃 呃 喔這邊有一個關帶藏在裡面 所以這個很大聲的buzzing drone呢 是其實是一個mating song 所以這邊有個that被省掉了 so the loud buzzing drone that cicadas make is actually a mating song emitted by male insects 所以是雄性發出來的 ok這個mating song就是求我歌 immit就是散發出來 so flexing a drum-like organ called a timbo 還是念time ball but 那這個flexing就是 像 像男生好了 如果是啊這樣子 這個動作就叫做flexing ok所以呈現它的力量 就叫做flex ok 繃住你的肌肉就叫做flex flex your muscle 所以 這是一個mating song 所以然後它flexing一個 像鼓一樣的一個器官 a drum-like organ 那這個器官就叫做timbo還是time ball it's a it's all boys calling girls 所以這都是男生在叫女生啦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昆仲學家說的 昆仲學家你順便也可以看一下 entomologist entomology entomologist 這樣子 好,so first you get a few here and there and then what happens is they start chorusing there's so many of them there's so many of them that the cicada chorus all combine in this huge chorus 這個chorus就是 合唱團裡面大家一起 這樣子 所以合奏起來的概念 合唱起來的概念 所以一開始 這邊一些那邊一些 a few here and there 然後接下來發生呢 then what happens is they start chorusing 他們就開始合唱起來了這樣 有這麼多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 huge chorus alright 再看下去 while cicadas can be a nuisance for some orchidists and farmers 對不起 所以我先把這句讀完齁 靠北 讀得卡卡的沒有意思 while cicadas can often be a nuisance can be a nuisance for some orchidists and farmers 呃 對不起我剛才也唸成了 orchid 不是 orchard orchard 那orchard這個字就是 我剛說要唸完 靠北又停下來了 對不起 果圓 orchard ok orchard orchard 好 那 就果圓 跟farm就不太一樣 所以他這裡講到兩個字 所以farm farmer orchard orchard orcharder orchardist 所以ok orchard so while cicadas can be a nuisance for some orchardists and farmers witnessing them is also an awe-inspiring experience they said 所以這是專家說的 所以這個wild的句子 雖然他們會是一個 對於一些果圓的人啊 跟農夫來說是很討厭的一個東西 所以nuisance這個字就是 惹人厭的事物 ok 惹人厭的事物 也可以是人 說真的 不是說人 不能是nuisance 所以 所以 是可以一個nuisance for some orchardists and farmers 但是 見證到他們也是一個 會令人敬畏的體驗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邊這個令人敬畏就是 all inspiring 這個片語非常常看得到 希望你可以學下來 an awe-inspiring experience this is a real treat this is an unusual biological phenomenon periodical cicadas only occur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occu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really wow ok 那真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這是一個真正的一個treat 這個treat就是 好像上帝請我們吃了一餐飯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treat 老天保佑讓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unusual biological 生物學上的phenomenous現象 periodical就是兼週期性的 所以週期性的禪 為什麼他強調週期性呢 我們台灣也有週期性的禪 可是我們的週期性可能就只是一年 然後他暑假出來一次 那像他們這種17年的 可能我們真沒有吧 所以這個periodical cicadas only occur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只發生在美國東部 還是他講的意思是只有東部有西部沒有 欸不對他下一句說了 they don't occu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所以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 it's just going to be an amazingly big big show cool ok 然後到底會在哪裡什麼地方 以及什麼時候會看到呢 so when and where where will the cicadas emerge this year that show doesn't kick off until the ground warms up 所以這個show啊 是不會kick off 這kick off是一個 我一直認為他是足球裡面的一個術語 也就是開球 所以這個show不會開球 還不錯 借用足球的術語來說 直到土地溫暖起來 那現在五月了 似乎也快溫暖了 所以 cicadas which are not harmful to humans or animals begin to emerge when the soil reaches 64 degrees Fahrenheit 所以這個句子比較長一點點 大概他從中文的螢幕上橫跨了三行 那你看這邊 鬥點鬥點插在中間的 就是一個補充的一個資訊 所以他的主詞其實是 cicadas 動詞就是begin 所以這句子如果不看中間的內容的話 也是非常ok的 這個句子的結構是非常完整很intact 所以 cicadas begin to emerge 所以 cicadas開始出現 什麼出現呢 就是當後面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所以這個前面的句子 cicadas begin to emerge 這句話到這裡 其實你要打句點也不是不行 只是他想要補充一下什麼時候 所以他加了一個時間複時子句 所以 when 這裡也是一個句子 When the soil reaches 64 degrees Fahrenheit 所以當土壤達到64度華氏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出現 那可是他想要補充一下 那 cicadas是什麼樣的動物 不是動物 昆蟲 所以他才用豆點插了一個witch這個句子 所以 cicadas是什麼樣的一種昆蟲呢 對人類跟動物都沒有hide so which are not harmful to humans or animals 然後才把它的動詞繼續接下去 開始出現 好 ok 這看得懂就好 So a few individuals come out in mid to late April they said stragglers that the entomologist nicknames longs and bobs who call and call to no avail ok 所以這句話很有趣 他橫跨了三行多 有幾個個體會先在4月的中期到後期會出現 那個時候土壤還沒溫暖了 所以這些人太早出來了 so a few individuals come out in mid to late April 那這邊還強調是他說的 所以豆點之後說了一個day said day是他的名字喔 by the way 所以他們是一些 就是 就是 他這裡用了 straggler這個字 大概 反正意思就是 就是 單獨的人吧我想是 所以他們把 entomologist他們 就稱他為叫lonesome bob lonesome就是孤獨 跟lonely基本上意思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這些 這些 然後他們稱他為 叫他名字叫bob ok 好 所以他稱他為lonesome bobs 那他們就一直叫一直叫 沒有用 所以這邊有一個to no avail 就是有時候英文句子 在最後結尾的時候 就是說你前面做了一個什麼什麼什麼事情 to no avail 所以我這裡補充一下一下 to no avail 你知道available這個字嗎 available就是可以取得的 所以當你做什麼什麼事情 to no avail的時候 就是你這個動作是 沒有任何的結果的這樣子 ok 好 所以 所以他們就說 call and call to no avail 可憐 然後 而真正 五月的時候 才會發生這個大規模的出現 所以這個大規模這個字啊 非常常在英文裡面看得到 就是large scale 大規模的公司 large scale company 大規模的戰役 large scale battle 這些詞我好像以前都提過 如果你是長期的學生 你大概可能已經看過了 所以發生在五月 cool 然後 好 再看下去 這邊有什麼東西啊 難道這些是4k的嗎 不曉得 好 anyway 哦 對不起 這是另外一個related article 他想要推薦我看 so scientists differ about the precise range of brood 10 cicadas or brood eggs but entomologist 誰誰誰 dinov 反正講了一個 and the blah blah ok expects to see them in 14 states plu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k 這也是一個超長的句子 你知道 你看 所以這邊這個句子從scientist開頭 一路到 District of columbia 結尾 這裡只有一個句點 所以這個長句子 我們好好看一下 為什麼這句子長 因為他就是很想要在中間穿插介紹 一些專家出來 讓我們知道 所以有時候你看 他在講文章的時候 他需要把文章裡面的一些 引用的一些作者 帶出來的時候 他用的技巧是非常 非常細膩的 所以好 反正我們來讀一下這個句子 所以scientists differ about the precise range of brood 10 cicadas 這句話走到這裡 其實已經算是 一個句子完整了 然後逗典後的but 知道是連接詞 所以我們知道but後面有一個句子 如果沒有其他連接詞 我們就知道就一個句子 所以先看前面這個 scientists differ differ就是different的動詞 也就是不同 所以意見上不同 所以科學家在對這件事情上的意見不同 so scientists differ about the precise range 有關於這個很精準的範圍 所以這個brood X會出現的範圍 但是entomologist 第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 他還是這個大學的這個頭銜 所以後面鬥點之後 也是一樣 我看一下 easter эк okay 所以 其實我覺得他這裡有打出一個小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其實好像應該是 應該是一個 喔對不起也不應該說 不是 好 他這個應該是不需要打進去就是 啦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這個跟這個已經包起來了 那這個有這個之後 這邊實在是不需要再多塞一個進去的 所以他才沒有再塞一個進去 對不起 如果你沒看螢幕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但我把內容講給你聽啦 所以這裡說的是 抱歉 咳嗽一下 Mute一下 所以當昆蟲學家 他這個叫做Jean Kriski 那他是一個 Dean of Behavioral and Natural Sciences At Mount Sinai Joseph University in Cincinnati 所以他剛才說一下 他是這個 Mount Sinai Joseph University in Cincinnati 這個大學的這個Dean 就系主任 所以他是這個系的系主任 那什麼系呢 就Behavioral and Natural Sciences 反正這也不要翻譯了 行為學上的跟自然科學 就是 所以自然科學行為學嘛 隨便啦 好 所以在這個大學 他把他是系主任 然後以及他還是另外一個頭銜 也就是他是一個 非官方認證的 這個Broot Tan Cicada的一個系主任 因為沒有這個科系 可是他的意思這邊就是在說 他算是我們所認可的一個 權威就是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第10代的Broot 他是他的Dean 好 anyway 你大概懂意思了 所以他這邊是用and 來連接他的兩個頭銜 所以Broot之後 entomologist Gene Kriski 他的動詞還沒有出現 直到後面的這個 他說他是這個 非官方的認證的專家 頂級專家之後的這個 hyphen後面動詞猜出來 期待 會看到他們在14個州 還加上了那個DC 也就是那個華盛頓特...那個 叫什麼 華盛頓特州嘛 不對 華盛頓... 反正就... 就是那個... 他們首都國會所在地就是 好 這句我再讀一次給你聽 So scientists differ about the precise range of Broot 10 cicadas But entomologist Gene Kriski Kriski 對不起 Dean of Behavioral and Natural Sciences at Mount Sinai Joseph University in Cincinnati And the official Dean of Broot 10 cicadas Expects to see them in 14 states Plu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好 OK 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邊就有強調 這個X就是羅馬數字 So the Roman numeral for 10 所以羅馬數字不叫Roman number 叫Roman... excuse me 叫Roman numerals 抱歉 需要咳嗽 OK Roman numerals 就是我們講說的 羅馬數字 這樣子 所以這是 The largest group of 17-year cicadas 所以它的數字一定是17的樣子 OK 好 然後其實也有還有其他的這個 週期性出來 Other periodical cicada groups emerge on a 13-year cycle 還有其他的是13年出來 他好像有強調 總之 他一定是一個 那個 好我們看下去 來 So scientists don't know the precise reasons behind the cicada schedules or why both kinds of periodical cicadas have prime numbered life spans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長的句子 三行多 所以科學家不知道精準的理由到底是為什麼 So the precise reason precise reason behind the cicada schedules 所以在他們背後 他的schedule的背後不知道精準的理由是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 or why 所以 they don't know one or two 所以這個one是the precise reason behind他的schedule or to就是 why both kinds of periodical cicadas have prime numbered life span 所以這裡有一個字叫prime numbered 就是 嗯 靠那種數字叫什麼 就 135711 接下去那一個 那個叫什麼數字 蛤那個叫什麼數字 prime number prime number 就是只有1跟他自己能把自己除淨的 那個 啊 中文不要講了啦 反正你們知道了 靠北 所以他是 他們是prime number的lifespan 有時候中文回不來 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又覺得我自己中文不差 可是有時候就是突然間被卡住 植樹啊 終於想起來了 他媽的 好 對不起 讓你笑話了 所以他們大量的出來 就能夠幫助他們去存活在 充滿了獵食者的環境下 所以下一句講的非常的 非常的有道理 so emerging emas 所以這個emas的意思就是 大量的一次出來 so emerging emas 但是啊 這麼大量的出來 helps the bugs survive predation and made successfully 幫助他們能夠 survive就是存活下來 存活下來的獸齒 survive的獸齒就是 你承受了後面這個獸齒 而且你留下來他沒有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要是你在一個車禍中沒有死掉 你就可以單純說 I survived the accident the accident is over and I am still here 所以I survived the house survived the hurricane 所以這個house呢 在這個颶風中存下來 那颶風已經沒有了 但房子還在 所以the house survived the hurricane 所以這些bugs 對不起 就大量出來能夠helps the bugs survive predation 以及能夠讓他們成功的交配 and made successfully 這都接在helps的後面 so helps the bugs survive and made 這樣子 as 所以還沒結束 所以逗點後有一個as 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譯成因為 OK as birds and small mammals only can pick off so many cicadas at once 所以因為鳥啊 跟小的這些不入類 你一次也就只能吃這麼多芝麻 對不對 can only pick off pick off就是把它們吃掉了這樣子 so many cicadas at once i once就一次 所以一次你也只能吃這麼多芝 我他媽的一次出來幾十億 你就是吃不完 所以他們就能夠繼續存活下去 非常有道理 OK 所以它爬上來之後就會是這樣的一個蟲 然後 我覺得看到這裡其實也夠了 只是我很想要 我有一個字還一直沒看到 就是我前面有稍微提到 我找來看看好了 所以這個叫proximity 一直沒出現是怎樣 ah there we go OK 那我們就把這句看完 大家就可以了解了 了解了 來 so when it comes to such reproduction strategies this year's cicadas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other roots what sets brood eggs apart from other cicada emergencies however is proximity to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好 所以這句話前面真的是一個when it comes to的橘子 所以when it comes to 豆點加另外一句話 就是很常見到的 所以當我們講到了 當我們講到了這麼樣的一種 前面說的一次大量出來 這樣子一種特殊的reproduction 就是翻譯後代的一些這個strategies 就是要策略 那今年的Cicada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other brutes 所以今年的跟其他的這些brutes 是有很多共同點的 so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這樣子 這個片語 我就把它打一下好了 so have後面 所以你會在have後面接 一個名詞在這裡 也可以接代名詞 so have much in common have a lot in common have nothing in common 這樣子 所以in common 然後會加with 然後再加後面這個東西 就是跟前面主詞跟後面這個東西 有多少程度的關係 那這個多少程度就判斷於 就判斷在你的這個x是什麼 你接個nothing沒關係 a lot有關係或之類的 好anyway 所以它跟其他的brutes有很大的關係 應該說有很大的共同點 那讓他們有分別的就是brutex呢 是離大都市很近 so what sets brutex apart from other cicada emergencies however is proximity to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這裡我們就不講文法了 但總之這個事實上是個複合關帶 所以這裡你會需要知道的部分就是 這個what後面接的句子 會有兩個動詞 而兩個動詞的主詞 你都可以看成掉在what的身上 那這裡的翻譯就是 讓它跟其他的brute 有分別的就是後面這件事 所以這裡的動詞就是有分別 就是set set apart 所以這個動詞片 我會打出來給你看 就是有一個就是x sets y apart from z 翻譯起來就是x 把y跟z做了區分 OK 所以什麼事情讓 brutex跟其他的brute 有了區分呢 就是後面這件事 我大概就能 只能解釋成這個樣子 however是故意塞在中間的 它不是連結詞 你把however放在巨手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把它讀成 however what sets brutex apart from other cicada emergencies is the proximity to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所以我們最後講的這個字 proximity 就是臨近 所以這裡是個名詞 你看你如果只記得near跟nearby之類的這個臨近 或者close的話 close的是在這裡塞不進去 所以這裡除非你把它的句子做修改 否則的話這裡欠缺的是一個名詞 所以你如果真要修改說 is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lose to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可是這樣讀起來這個句就非常的clunky 沒有意思 所以the fact that they are close to metropolitan areas 你乾脆就把它編成 is their proximity to large cities 這樣大概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講了不少文法說真的 也介紹了一些字 尤其剛剛這句我覺得這個文法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繼續把它自己看下去 那這邊後面還有講相當多的內容 而且齁我其實還有看到另外一個NPR 這個National Public Radio他寫出來的 這邊有張寫的好更多 他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是剛剛CNN的報導沒有的 CNN算是一個總整理 但這邊的這個報導啊 就很多很多 你可以看到他甚至有很多人 就你看他們去找去抓去補 然後你看拍照把他們關在那個什麼 收集起來 可能這也不會被人家說這個 是一種過分的行為 靠背他幾十億你抓幾次會怎樣 對不對 所以就很多人 你看他們就來找這個東西啊 然後愛昆蟲的人 然後這個報導寫得相當的長 你看做研究啊什麼的 我都很想另外再找時間把它看完 那讀給你聽 可能時間上是不夠的很遺憾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真的鼓勵你去看同學 他們想要看看鳥類 會不會 特別鍾愛吃這一種餐 所以為了測試鳥類 會不會特別鍾愛吃這種餐 還是他們會習慣去回去就是 吃他們平常習慣吃的綠色毛毛蟲 這叫Caterpillar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些假的毛毛蟲 放在樹枝上 然後 來看看他們是不是 會選擇吃這個還是會選擇吃蠶 所以連這樣的實驗他們都去做做看 很有趣所以 有興趣的 我把這個連結放在下面 你可以自己去看它 OK這個報導長相當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做CNN 因為CNN比較conside一點點 好吧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明天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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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